大家好 我是聖恩 我们今天要来讲绝对音跟相对音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绝对音呢 就是各位在上面看到的这个英文大写的字母 CDEFGABC 每个人的方式习惯不同 有些人看到CDEFGABC的时候呢 他会唱斗人迷法梭拉西斗 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我看到绝对音 我看到英文大写的时候 我会直接唱CDEFGABC 下面有这个数字 有些人叫简朴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称它为相对音 当我们看到数字的时候呢 我们会唱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这样子去唱 那在高八度的时候呢 就会上加一点 然后低八度会在下面加一点 然后呢再高一个八度就上加两点 以此类推再低一个八度下面会加两点 在我们看到钢琴的琴键这边 那假设今天有人问说 这个按键这个白键是什么音呢 有些人可能就会回答说这个音是Do 那这个答案呢可以说是对 也可以说是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我的问题比较笼统 我只是单纯问你说这个是什么音 而我没有问你它是什么调的什么音 例如说我如果刚才问你的问题是 这个音这个按键是C大调里面的什么音 那你回答我它是Do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我刚刚没有问它是什么大调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问说 这个按键这个白键是什么音 你回答说它是C 没水了 你回答说它是C 这个答案绝对是对的 这个就是绝对音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音名 或者是说绝对音 我用绝对音来称呼 这个按键的时候呢 这个按键就叫C 它不会是D也不会是A 它只会是C 所以以此类推 每一个白键跟每一个黑键都会有一个 固定不变一个名称 那相对音呢指的是说 在不同的调里面这个音 这个按键会是不同的音 举例来说像假设在C调上面的时候呢 我把这七个音放在C 这个主音这个Do 放在C这个音上面的时候呢 照顺序排下去 这七个白键就会是C大调音节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按键就是C大调的Do 好那假设呢 我把这个CDE的这个E 当成Do 然后照顺序推下去 就会推出一组E大调音节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按键会是什么音呢 它就会是Do C La 然后到这边是一个降La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按键的名称 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呢相对音的意思也就是说 相对于不同的大调 它就会是不同的音 不同的答案 好这叫相对音 再来我们要讲一个就是 在钢琴琴键上面 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出来 例如说 这个按键 C这个按键 跟它距离最近的 隔壁的那一个音 是什么音呢 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应该是D 好其实不是 是黑键这个音 跟它距离最近的音 升C这个音 或者我们叫它降低 那这个我们称它为同音异名 同样一个音 但不同的情况下 它会是不同的名称 这叫同音异名 C这个音 到升C这个黑键这个距离呢 我们称它为一个半音 那黑键这个升C到D的这个距离 同样是一个半音 然后两个半音 等于一个全音 所以呢 C到D 是一个全音 D到E 也会是一个全音 那E到F呢 因为E到F 在琴键上面没有黑键 它就是隔壁的音了 所以E到F是半音 F到G也是全音 G到A也是全音 A到B也是全音 最后B到C是半音 E到F跟B到C固定是半音 相对应这边呢 这七个音 我们称它为一个大调音阶 那至于它是什么大调呢 就看我把这个大调音阶的这个 这个Dor 放在什么位置上面 所以我们刚才有示范过 我把这个Dor放在C上面的时候呢 排下去它就会变成C大调音阶 那如果把它排在E上面呢 把这个Dor放在E上面 那就会变成E这个音是Dor 那它的Re会在哪里呢 因为Dor到Re是全音嘛 E到F只有半音 F到升F也是半音 所以E到升F才会是一个全音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Re 会在这个黑键这边 Re到Mi是全音 这个时候Re到这个音是半音 然后这个音到这个音也是半音 所以它的Mi会在这个黑键上面 Mi到F也是半音 Mi到这个音 这样的距离是半音 所以E大调里面呢 它的主音它的Dor会在这里 Re会在黑键 Mi会在这个黑键 F会在这个白键A So会在B这个音 La呢会在升C这个音上面 所以呢每一个调就会有不同的位置 好虽然这是吉他课 但是乍看有点好像在讲钢琴 其实我不会弹钢琴 只是用钢琴的琴键来说明这件事情 比较容易理解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课程 绝对音跟相对音 然后还有音程 就是距离 音跟音之间距离的关系 全半音的关系 好那希望这个影片呢 对你学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请在下面按订阅 也欢迎到我的Facebook的专页 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